我昨天有刷到微博嘛 但是后来热搜很快就没了 因为有精神病 所以才会把它锁起来 太扯了吧 他觉得这件事情 在现在的时候会发生 感觉我好像对这件事情很冷漠 怎么听到徐州八孩母亲的遭遇 没有一点同情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 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国内的媒体们 似乎全部都变成了哑巴 金牌挂在哪个女孩子的脖子上 更要关心铁链锁住了哪个女孩的脖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花 一个叫来台湾第四年的中国大陆女生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聊天室 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 属于一个比较敏感的事件 从年初开始一直到现在 一直都有粉丝私讯问我 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 如何看待徐州八孩这个事件 包括我今天抽空在看我所有影片的留言的时候 看到了这一则 花花身为大陆女性 怎么不帮徐州铁链女发声 花花也是中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吗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好奇 当我看到这则留言的时候 其实心里还是蛮难过的 我先说关于徐州八孩这件事情 大家既然已经点进来我的影片 想必都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如果对这件事情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频道上搜索关键字 即可看到相关联的影片 那在这里呢 我就不对这件事情去做过多详细的解说 我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是怎么知道的徐州八孩这件事情 差不多就是在过年放假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刷微博 突然间看到了一条热搜 当时排在微博话题的第一位 风险生育八孩母亲什么什么 我点进去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 特别是那位母亲 她的脖子里面有锁了一个铁链 看到那个画面顿时心里无味杂陈 我都甚至有一点不太想要点开 再继续往下看 因为觉得太残忍了 怎么会有人这样去对待自己的老婆 也不敢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 怎么到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后来呢也看到了很多网友评论说 这估计是因为这个女的有什么精神疾病吧 所以才会把她给锁起来 那是我最最先看到相关这则新闻的时候 看到的网友的评论 当下的我说实话我没有去想太多 比如说被锁的这个母亲她是谁 是谁锁的她 那她为什么会生了八个孩子这么多 等等这些问题 更没有想到这背后居然是一起拐卖事件 毕竟我之前在大陆的时候也有看到过 跟这件事情很类似的事情 有些被关在小黑屋 或者是被铁链锁起来的妇女 大多数呢都会以这个人是有精神疾病 所以才会被这样对待来做事件的结尾 而且过不了多久像这样的热门话题 在微博上肯定会被撤掉 那热度没了就不会有人再过度的去关注这件事情了 慢慢的就会被大家所遗忘 我以为这一次也会这样 所以以我过去的大陆人的思维来看 我们也就只能在手机前默默的感叹 然后给那一位受害的母亲祈福 我也相信很多边缘大陆人 应该和我当下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是一样的感受 怎么说呢就是有种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想要帮助那位母亲可是她又不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救她 不知道花粉们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等到我看到新闻的第二天 我先生黎猫下班回来 她突然问我 你知道徐州八孩的事情吗 我说你是说封限那个吗 我知道啊我昨天有刷到微博嘛 但是后来热门很快就没了 估计官方会说是因为有精神病 所以才会把她说起来吧 黎猫听我讲完之后一点吃惊的望着我说 太扯了吧 太扯了吧 她觉得这件事情在现在的社会发生 真的是不可思议 而且她从我的回答当中感觉 我好像对这件事情很冷漠 怎么听到徐州八孩母亲的遭遇 没有一点同情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当下回复黎猫的话 我是想要表达这件事情在我们国内 它是属于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 我们在大陆的时候作为老百姓 只能去看官方它是如何的回应 而且像这种情况在国内绝对不止一件事情 也绝对不是只有这样一个母亲 因为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几年 虽然不是算很长的时间 但我也看到过很多事情 所以在看到同类型同样事情发生的时候 往往我们都会想到以前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所以就会习以为常了 比起黎猫这个台湾人 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反而就会显得淡定了许多 所以我才会那样回复他 其实一开始 我不是很想要在我的频道去讲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我冷血 也不是我没有同情心 首先因为我不是时政类的博主 讲这件事情会被小可爱们说 家丑不可外扬啊 你又在抹黑大陆 你完全就是在蹭流量嘛 其次大家也知道 我平时会拍一些在台湾生活的Vlog 就连我拍我自己的真实生活 就会招来一群小黑粉们的辱骂 还有就是会给我贴一些舔台的标签 那一开始我会担心讲这个 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敏感的事情 也不知道是否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今天的这支影片呢 我只讲我自己的感受 我从第一时间得知到这个事件是什么反应 到我现在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如果有上升到国家管理层面的东西 我可能就会先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相信大家应该会理解 那事情发生了一段时间 我开始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 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转发一些公众号的文章 开始为徐州爸还有母亲发声 但是没过多久 当你再打开那些文章的时候 发现内容不是被删除者自己删除 就是违规无法查看 其实这些行为对于我来说 早已经习惯了国内的这种环境 每次遇到这种比较敏感的事情的时候 像微博微信啊这些 经常会做一些屏蔽言论的举动 今天在确定要录制这支影片之前 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 文章中写到 他的意思是在大陆的人们 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徐州八孩的这件事 那这个人不值得你去认识他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却没有任何评论 那这个人不值得你与他交往 我很佩服些这篇文章作者 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 在这个无数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用手机来查看 疫情的数据 晚上睡前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刷抖音的时代 作为大陆人 如果他说他不知道此事 说明他对别人的悲欢离合毫无兴趣 对别人的不幸遭遇也默不关心 那他就是一个冷漠的人 如果他说他知道 但是他不会主动的去关注 去评论这件事情 根本原因我想应该只有一个吧 那就是利益 如果他说的比较多 会直接损害他的利益 另一方面如果他评论了 结果自己有什么现状 却被改变了 为了别人的事情 让自己变得得不偿失 这也是很多人会担心的事情 在正义和利益面前 往往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利益 除了这一些呢 通过这件事情 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也许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 正在关注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 发害母亲身上有很多疑点 等待着我们去解开 但是国内的媒体们 似乎全部都变成了哑巴 变成了哑巴 可不敢胡说啊 文娱圈每次有什么八卦新闻啊 一点都不能少的时候 各路媒体都会各显神通 争先恐后的报道 特别是有一些流量明星啊 他们也会纷纷的站出来发声 但现在徐州搬海的事件 需要大家站出来 调查真相的时候 不管是媒体还是明星网红啊 很多人都退后选择 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一个顶流明星啊 或者是有权威的媒体站出来 呼吁大家一起来探索真相 到现在我发片的时候 微博热搜也是一样被撤下来之后 再也没有上去过 我想要在微博上看相关资讯的时候 都是需要手动的去搜索一下 才能看到大家的言论 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 这个世界怎么就变得这么无情了呢 今天我发影片把我的感受讲出来 我也仅仅只是代表一个小小的民众 心中一个小小的声音 善而为人 不论男女 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难道搬海的母亲她不是吗 套用网友的一句话 也许你跟谷爱玲之间 还差着十亿次的投胎机会 但你离徐州搬海母亲之间 只差一把铁锁的距离 如果说这个社会需要用暴力野蛮来延续文明 建议让这种该死的文明消失吧 呼吁民主 人权 言论自由 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 每一次微弱的声音或许不会直接有用 但它就会像石子飘向水面 总会荡起一波涟漪 我会感恩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但也不会怀着侥幸的心理 去忽视眼前的罪恶 不能只是真相的社会 又怎能真正的进步呢 我会和大家一起期待徐州搬海的真相结构 影片最后我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大陆的同胞们 此时我们不仅要关心金牌挂在哪个女孩子的脖子上 更要关心铁链锁住的哪个女孩的脖子 搞情复杂的问题总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会耐心的等待 不要让人民失去对政府的贡献力 我是花花 一个平凡再平凡不过的大陆女生 谢谢大家陪我读过这严肃的九分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再麻烦花粉们帮我爱花三不走 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那对于徐州搬海事件 你们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也可以写在下方留言区 本支影片只在YouTube频道播出 盗用搬运到其他平台 一律都是侵权的行为 请搬运者们慎重考虑 注意自己的行为哦 那今天就先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那对还有我的IG和脸书在这里 大家记得follow起来哦 拜拜